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刷质量和透明胶盒的质感非常好 其次里面是蓝光加DVD双叠套装 还附送一本含有影评文章的小册子 最后AA还请来了亚洲电影的老朋友 英国影评人Tony Ryans 为每一部影片做了详细的背景资料介绍 林木青顺和那些迷影导演不同 他不喜欢看电影 而是从小沉迷日本传统艺术 例如歌舞剧和能剧 古典文学和绘画 林木青顺曾说他最喜欢大政时期 因为他就出生于大政年间 这个短暂的只有14年光景的大政时期 前面是明日唯新的时代变革 后面是昭和时代的帝国侵略 大政时期被夹在历史的拐点中 表面上是日本文艺的浪漫时代 那里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 无独有偶 三岛游记夫也非常喜欢大政时期的文学家 他曾在文学讲义中这样评价全静花 也就是林木青顺扬言作中的作家原型 全静花的世界充益着绚烂的色彩 对感官所追随的事物很诚实地追溯 他并不对任何单一的事物有明确的表达 然而他的文章整体却诱引读者 进入一种纯粹而持久的愉悦 全静花的故事没有核心的思想主题 也没有理智的牵绊 因此得以推展出森落万象 而绵延不断的物语世界 全静花的文章虽然是小说作品 但它追求的既非人物性格 也非事件本身 而是作者自己的一种美感告白 全静花的文体全细于这一点上 除却这一点便不能成就全静花的世界 读完这一段 看过林木青顺作品的小伙伴 是不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不就是我们观看大正三部曲的感受吗 贯穿于《流浪者之歌》 《扬言作》和《梦二》三部电影中的 那些记忆和幻象的拼贴 舞台与现实的无缝连接 活着的人如同孤魂野鬼 死了的人却仿佛还活着 我们无法用正常的逻辑和理性推演 单方面的被极致的怪诞美学所俘虏 研究林木青顺的教授 威廉姆·卡罗认为 日本大正时期的文学家和画家们 对于江户时代复古美学的极致追求 就如同林木青顺在八九十年代 对于大正时期极致浪漫的追溯 在《大正三部曲》中 林木青顺将早期电影技法 与现代蒙太奇结合 正如大正时期的文学家 将古典江户文学 与欧洲现代文学技法的并制 两者是一脉相承且深度互闻的 有趣的是 两者都摒弃了 对于当下的政治给予正面讨论 只一味病态地描绘那些 支离破碎的戏之末节和官能感受 威廉姆·卡罗认为 林木青顺的拒绝主流叙事 不等于不叙事 不直接表达 不等于没有表达 例如在《大正三部曲》中 夹杂着无政府主义者和政府审查 这样的关键词 电影中那些脱离传统叙事的 叙事结合和跳检 正是林木青顺主动干预叙事 和作者性的体现 林木青顺曾自嘲说 会被日活解雇 是因为拍的电影 既不赚钱 还让人看不懂 然而威廉姆·卡罗强调 由于林木青顺 搞怪多变的形式作风 我们很难从他的作品 或者文字中单纯地判断 他就是这么想的 还是在开玩笑 抑或是在反讽 因为如果这是日活老板 解雇他的理由 那么事实却恰恰相反 林木青顺在日活期间 不但与大明星合作 凭借1963年野兽的青春 甚至让B级片口碑 逆袭同步发行的A级片 双方在打官司期间 日活也没能拿出 林木青顺倒片避亏的证据 所以威廉姆·卡罗指出 日活老板解雇林木青顺的原因 还与当时在日本兴起的 独立电影运动有关 林木青顺在日活的最后一部作品 1967年的《杀手烙印》 被诟病戏谑黑帮类型片的叙事结构 令人无法理解 此时的林木青顺拍摄电影的受众 已经不单单是普通类型片的观众 亦或是享用类型片 劝钱的日活老板 而是那些抵制大制片厂 对电影行业的垄断 反对类型片 支持独立电影的年轻影迷们 所以无论是林木青顺这个不听话的导演 还是在背后支持他的独立电影的爱好者们 都是日活老板最痛恨也最害怕的东西 林木青顺会被60年代的左翼知识分子偏爱 还聚拢了一大批支持他的年轻电影爱好者 与他在电影作品中一以贯之的 对电影媒介的反思是密不可分的 在日活期间 无论是多么烂俗的黑帮犯罪电影 对于林木青顺来说 都是一场原电影游戏 所谓原电影就是在电影中展现 电影被拍摄制作的过程 或者让观众意识到 自己正在看电影的时刻 原电影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时期 例如1929年 吉加维尔托夫的《持摄影机的人》 还有戏剧可可经典的 关于电影的电影《后窗》 只要你在电影中看到 有人手持摄影机在拍电影 或者看到角色和自己一样 在电影院或者家中看电影 这种把你从电影梦中叫醒的情节 都是原电影的表现手法 在林木青顺的《河内卡门》和《悲愁物语》中 前一部是他在日活鼎盛时期的作品 后一部是他被封杀十年后回归的作品 期间林木青顺从电影跨界到电视剧集 有趣的是 两部电影的女主角 无论是在故乡还是在大城市打拼 都是先被男性剥削 再被女性剥削 最终还面临着电影和电视镜头的剥削 在《河内卡门》中是被 有钱人的摄影机侵犯 在《悲愁物语》中是被 经纪公司和电视台控制 林木青顺对于拍摄行为本身 对于拍摄对象的侵犯和剥削 是心知肚明的 他选择用一种滑稽且直白的方式 来戳穿真相 他不是一味地满足观众的透亏欲 而是选择在取悦和挑衅之间来回游走 他不怕让观众看出来场景是摄影棚里搭建的 他从来不画分镜脚本 都是在拍摄现场找灵感 他总能利用布景灯光和色彩 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维度 通过景别变换和摄影机运动 在视觉画面上制造惊喜 他还非常擅长使用领先叙事和嵌讨叙事 让观众们自己去填补叙事空白 或者让叙事层次变得更加复杂 也许早期日活的类型片《流水线》 让林木青顺把叙事电影给拍吐了 后期一旦林木青顺独立拍片 他就开始一再模糊叙事的边界 Tony Ryan是这样介绍林木青顺的 1981年《大正三幕曲》的第一部 《流浪者之歌》出来的时候 放眼整个日本没有一个导演像他这么拍电影 甚至放眼世界的电影创作者 当时都没有人这么拍电影 《流浪者之歌》更是力压黑泽民的《荧武者》 成为日本寻报年度十佳的榜首作品 真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虽然没有黑泽民名气打 但绝对是日本电影史上最独树一帜的作者导演 总结下来 林木青顺对电影的态度就是一个字 玩 如果大家回看他早期的黑帮电影 不用太在意剧情和那些白痴设定 这样的剧本 林木青顺一年要拍四五部 在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的情况下 林木青顺依然可以把电影的视听语言玩得起飞 那些游离于场景之外的奇特生效 也是林木青顺电影的一大特色 用来嘲讽和消解色情和暴力情结 尤其是在《大政三部曲》时期 没有了制片场和类型片的束缚 林木青顺彻底展开了一场 关于影像与时空 灵魂与生命体验 回忆与幻象 舞台与现实 爱情与死亡之间的深度探索 第一部《流浪者之歌》 林木青顺特意请来了 修罗雪姬系列的导演 腾田敏巴来饰演高大魁梧的德语教授 同样出演了《修罗雪姬2》 以及《悲愁物语》的《原田方雄》 饰演方当不羁的《流浪汉》 其中还有年轻的树木西里女士参与演出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是惊艳了我 故事里的两个人物 不仅仅是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代表 还有谁入了谁的梦 以及对欲望和自我认同的终极思考 据说当年《严谨君2》是站着看完了整部电影 并且大受震撼 后来启发他创作了情书 第二部《洋言作》被电影教授评为最为难懂的一部 也是跳切最厉害的一部 其中大量的重复出现同一个场景 但是每一次的时空都是不同的 人间和地狱 本我和自我 小说和戏剧 被包养的作家和德国归来的金主 一个西方的妻子 一个东方的妻子 从未同框的两个女性 甚至可以看作一个人的两面 看似是关于婚姻和出轨的故事 但是无不与日本明知为心后的全盘西化 金钱与权利 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崛起有关 绝对是最有意思的一部 第三部《梦2》有着我们非常熟悉的美丽帽的配乐 还有着极度唯美 大胆情色的画面 现实中《梦2》有过两任妻子 和一位长期合作的模特 是继格式北斋的服饰会之后 新派服饰会的代表 她设立书籍插画 装针明星片 工艺设计等等现代媒介 诸旧《梦2》与三个女人之间的神秘关系 更是赋予了《梦2》是美女 深层次的灵魂 绝对是大正浪漫 当之无愧的代表 也是《零幕清顺》的《大正三幕曲》的最终章 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在大荧幕 或者在家找个时间细细品味 感谢你看到这里 好电影和书一样 值得被反复观看 我是小璇 我们下期再见